牠真的壽命到了 那我寧願把我的壽命實驗給牠 你阿媽好沒感覺沒感覺 欸你爸跟你媽離婚喔 那你媽要不要嫁給我 舊的對象也沒什麼不好 哈囉 Yahoo TV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又欣 農年 祝大家 農農好 農農讚 農農 判大吉 牠是龍貓 Jamie 我覺得每一種動物 都每一種動物 就是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像牠們就是不能亂吃東西阿 阿Michael就喜歡吃煙蒂阿 所以牠就是去外面路邊 然後我看到煙蒂就把牠拉走阿 然後像Jemmy的話 牠就是牠必須要22度以下的溫度 如果太熱 比如說夏天30度 你讓牠去外面10分鐘 牠就呼吸就暴斃了 然後Michael他們也要開冷氣 如果太適的話 牠們會容易得不不病 所以家裡是有很溫 對 就會固定溫度 然後還會有除濕機阿 還有空氣清淨機阿 就是都要隨時都要開著 所以如果有空氣清淨機的廠商 或廚師機的廠商 歡迎來找我代言 哈哈哈哈 之前有阿 有一隻那個阿 那個Lady走啦 然後牠那時候走的時候 其實我就很傷心阿 因為牠那時候年紀還很小 然後牠本來來的時候 身體就已經有點不太好 那也有帶牠去看醫生 可是就是吃了藥 感覺也是沒有好轉的情況 就有一天就是 就走了這樣子 然後牠走了的時候 其實我就很傷心 就每天都在哭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歐總就跟我講說 牠都已經走了 那我們 如果一直在傷心這件事情 對其他的動物反而不好 叫我把愛要留給還在的人 後來就是有一次 Michael又生病 然後牠生病那一次 我就真的很擔心 結果就覺得 我再也沒辦法再承受 就是再有人離開我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我講說 我說如果牠 牠真的要走了 牠真的壽命到了 那我寧願把我的壽命使命給牠 然後我就給牠聽很多那種什麼 什麼靈性的東西啊 什麼聖歌啊 什麼藥師佛啊 什麼 等一下 沒感覺 沒感覺 然後我兒子就說 媽媽 牠聽得真的沒感覺了 後來真的聽一聽真的 欸 真的還好了 現在在跑法規 然後最近在種火樹 有預期牠會在一起 也會啊 還會再有新的 可能會有 駝鳥很可愛啊 而且牠生駝鳥蛋耶 但是從小養會比較聽話 因為駝鳥比較兇會攻擊人 像我兒子每次出門 就會說等一下我先幫我兒子爽個大便 或者是說 幫動物洗澡啊 吹毛啊 就是就叫小朋友一起啊 牠們會比較有愛心 然後也會比較有同理心啊 懂得照顧別人 所以我也會得到好的照顧 我兒子會學會跟人講說 我告訴你 我媽很正 牠就會說 牠以後要取向我這樣 然後翁總就說 那妳要看牠的個性怎麼樣 對啊 我跟翁總那時候決定 我們要分開 的時候 其實就是有跟小朋友講 就是說我們 雖然就是身分證上面沒有在一起 但是我們還是都很愛你 那一天其實發布新聞的時候 牠的同學有帶手機的 就馬上就看到了 然後就跟牠講說 欸 你爸跟你媽離婚喔 那你媽要不要嫁給我 哈哈哈哈 她同學嘛 她要娶你 她同學就跟牠講說 欸 那這樣你就變單親了耶 他說沒有 我還是雙親啊 他們只是方向不同而已 但是後來現在我跟翁總就是關係很好嘛 那我們都一起啊 常常家庭日啊 然後做什麼事情也都一起啊 工作也都一起啊 所以現在他們就很開心啊 救了對象也沒什麼不好啊 哈哈哈哈 所以你有可能 身分證會恢復回來嗎 一切都很難說啦 如果有的話就跟大家說啦 對象也不是可以說吧 那你做什麼事情也呢 沒有什麼事情要來 你可以購弄 我怕什麼事情 不會變成這樣 你會把這些事情也來 就是你